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有一名穿著縫色上衣的女子 直接就坐在路中央 路人看到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中青路上 在9号凌晨2点多 民众报案中青路一段上 这名女子在路中大吼大叫 甚至是躺在路中央 除了影响社区的安宁 更造成了行车危险 警方获报到场 这名女子情绪已经恢复 平稳没有图序行为 他们进一步了解 疑似是这名女子心情不好 就在这个槟榔滩前面独自营救 之后就情绪虚控 像有人咆哮 还走向槟榔滩前面乱丢东西 大吼大叫吓坏了路人 所幸当时路过的车辆没有撞到她 警方也依她躺在道路中央的 危险行为开罚 并且告诫这名理性女子 应该要回家收集 以上最新消息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Wi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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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